這個問題 常常問我 餘蘭姓梅做戲的話 以前以前做天光戲是否給那些孤魂的鬼看 前面那些牌子千萬不要走去坐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聽錯 有聽過 其實是吧 做人知道嗎 計數你就厲害 知道嗎 其實天光這些鬼神 剛才我也說了 神盤對戲盤是羊戲 其實是做給神明看的 以前的人看戲很熱情 以前的人沒有那麼多娛樂 晚上有戲看 家家大小都會去看 其實神公戲做這些戲的話 對我們以前中國社會的教育 扮演了很多角色 以前老一輩的人沒有讀過書 不懂什麼叫禮儀言 不懂什麼叫禮貌 但你記住 農村地方那時候 內不內都會做一兩堂戲 上去做的 他們裡面有劇情 有那些故事 警示故事 如何效盜 他們以前農村的人 所學的東西 不用圍吉這麼麻煩 要搞什麼 國民教育 不用搞這些 去看戲就可以了 很多全部在這些地方學回來的 所以以前一有看戲 如果大家有老一輩的父母 一有戲做 是非常之開心 因為戲棚的話 還有做這些 是要經過善長人勇去捐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頭的位置 一定要留給善長人勇坐 因為以前的人很不聽話 你跟他說前頭 不要坐 那些人始終要走過去坐 特別小孩子是最不聽教 但是你跟他說 前面是給誰坐 麗芊別求 然後你不用教他 永遠不敢去坐 所以很多人就跟小孩子說 彭大人說 都是 前面你千萬不要坐 你不要坐 我講戲神 我們粵劇的戲神 大家知道是什麼戲神嗎 拜華江師傅 我們潮州人的戲神 就是拜田園瑞 田園瑞其實他自己都有分 因為現在來到香港做戲班 基本有分兩種戲班 一搏一種是福建 一種是潮州 其實很難進去戲台裏面 一般都被人說出來 我去戲台拍照 我憑一些關係 人家才帶我去拍 裡面就要去看 它裡面的話 你又要看看 如果是潮州戲班的話 它就會寫著 不 sorry 如果是福建戲班 它寫了淡花虎 如果是潮州戲班 寫了學臨院 這個田園瑞本身都有個故事 話說以前唐延莊 就有一個 他在漢臨院那裡有個大臣 他叫做雷鳳春 那個名叫雷鳳春 他是文武都可以的 他有一天派他出征打仗 他打輸了回來 其實皇帝對他都挺看好的 又不想砍他的頭 他說算了 我不砍你的頭 我就把雷子撇了你的頭去 雷子撇了他的頭 即是撇了他的頭 即是象徵就砍了他的頭 變成了一個田 田園了 他自己對於那些 鴻林院那方面 那個貢獻有上下 那些人就開始慢慢把他來攻防 但有些人就說 他這個其實不是什麼 童年宗大臣 有些人就說他是雷神 因為你見他有些地方 寫字什麼 九天風火院 田刀元歲虎 都有這樣寫的 因為我們跟中國來說 九天風火院這些 通常是雷神的稱呼 有些人就說他是雷神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自己個人有一個推論 因為有些人對他尊重 覺得他給皇帝 拿了一個語字 留一個田字 他說 因為他始終是雷字 人家不敢把他的雷字寫上去 就覺得會得罪皇帝 所以寫字九天風火院 就玩些數字遊戲 玩些文字遊戲 這樣寫都會上去 仍然將原性放上去 剛才我說了 就有十仙禍首 五福連 這裡有十個仙在那裡 你們大家會問 其實八仙 我聽過而已 為什麼現在又走了十個仙出來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走了十個仙嗎 一個是皇帝娘娘 知道嗎 那客人留下明年你過來聽講狀 我再說 留下一點 先 因為如果說完給你聽的話 你們下次沒有說 實在有一個在後面 這個就是跳家官 這個是仙姬宋子一 仙姬宋子呢 因為其中一個部分 就會送太子下去 放太子去神棚那邊 去到神棚呢 神棚拜完之後 總理就拿回一封禮事給他 他又再回上來 每日如是都會做這件事 這是吉祥器來的 這個太子 其實呢 田園稅呢 旁邊有兩個仙姬 在那裡 但是現在做一下 就開始有 後面那個位置 就擺了三個 他們就說 金渣、木渣和拿渣 他們請的話 有些人說 我請的時候 就像是請金渣和木渣 拿渣就不請下來 為什麼不請拿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不請拿渣 知道為什麼不請拿渣 為什麼 拿渣是沒有穿鞋的 沒有穿鞋 不要請他下來 因為他沒有穿鞋 所以他又不請拿渣 我看見了 這個唐魅鑼正鵬 和京城會 神功戲 有沒有看到戲棚體 其實現在下來演戲那幫人 其實現在他住都是一般的戲棚體 住戲棚體 化妝 很戰鬥格 化妝戲棚體化妝 這個一看他一定是潮州人 自己一定有那副潮州茶 沒有酒 潮州人很過癮 自己都可以從潮州茶 去到哪裏都有當的 我和他現在演戲棚的人有聊過 他說 其實他們演戲那幫人 現在是不喜歡來香港演戲的 為什麼 香港待遇少 他說現在在國內 你知道國內的經濟洪闊 他說現在香港每個戲棚 他來封封禮市 封幾百元 香港人已經覺得大不了 他說在國內人請我去鄉村 一下國內的土豪大庫 封到一萬幾千元 但是他說 因為國內到七月的時候 沒有什麼神靈拜 是他們淡貴 就算了 下來香港做吧 對呀 為公旺 他們是不下來的 這張就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以前就是朝廷越南送會 由於當時的戲棚 數量不夠 所以大家曾經有一個共識 哪個時間做哪套戲 我們西貢豪衝也有 西貢豪衝27至29 為何這裡沒有講戲呢 因為我們八四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補充 現在這張戲棚是用竹塔 其實竹來最保存傳統 但竹的成本都比較貴 還有現在開始用鋁合金棚 因為如果用鋁合金棚的話 為什麼呢 它其實成本就差不多 但是有一件事 下雨的時候 就沒有啪啪聲 沒有雜音 但是其實裡面都很熱 其實我見有些魚蘭聖會 現在好像九龍城 其他一些地方 那它為何轉為鋁合金棚呢 還有我本身也跟它那邊去談過 就是別的魚蘭 其實它說旅遊金棚的價錢差不多 但有個問題就是 往往現在很多球場的物料很貴 因為它們試過 曾經整爛那些物料要賠八萬元 然後它說要找一些區議員 跟它共談 最好都要四萬元才能找到 否則明年就不讓它去搞了 你看旁邊這個月蘭聖會 這個是三角碼頭 它現在鋪下面的板都不便宜 它是搭棚 因為它已經弄爛了棚下面的物料 所以它現在就用一些木板去鋪 其實它成本不便宜 它這樣做法 這個就是鋁合金棚 這些其實都很高 但是有一個好處 下雨的聲音就沒有那麼重 這個神袍 神袍 神袍 其實裡面好像剛才我都說過 裡面擺開三張神袍 有些地方就會擺一張 一張 它的稱呼怎麼稱呼呢 大家知道嗎 一張就叫天地神袍 那旁邊有沒有見到金師釣 金師釣 其實是個狀要來做什麼 大家知道嗎 即是你經常接金師釣 其實金師釣 其實那些神袍 所有的神袍都掛下去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掛 就好像我們現代人掛金色一樣 其實這兩張神袍就有些特別的 看上去 一個是首功領很多 這個是原裝貨 一個是A貨 你可以看得到的 它下面那裡 近一點 這張 大家不知道看得到 這張是有玉皇母娘娘的 隔壁那張 我看過那張是粗糙一點的 就做出來 只有白鮮 而且它用側邊剪接的位置 下面那些全部不是採摘的 就是用紙那方面 去接人形出來 這個功能就粗糙 但外形看起來就很相似 這兩張是神袍 隔壁那張有什麼分別 你知不知道 這張是修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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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是沒有修腰的 那張是武漲的 這張是武漲的 是武漲的 那通常武漲呢 我們的概念就是 南神北斗是武漲的 其實南神北斗塗布 就應該是用這個武漲舖 但是呢 其實現在很多組就沒有了 是清一色做到隔壁這隻舖 其實是有分的 那米棚 米棚主要拿來擺 大家都知道拿來擺米 如果要看米棚的製版 最高峰最多時期 大家知道哪個時間去米棚看最好嗎 對 第三天 差不多要做放驗口鐘 你十一點鐘也要看 其實最多製設的東西 大家過了這段時間 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米棚那些 它有些白飯山啊 包山啊 麵條山啊 為什麼它形容 全部都是以山去形容這件事 大家知道嗎 因為以山去形容呢 以前有時大人都說 你這樣搞法 連山都被你吃了 形容這件事 因為儀式裏面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報仇很多孤人野鬼 數量大家是不知道的 是N一個字來的 我們以山去形容 就最好符合這件事 有多就沒有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包山啊 麵山啊 還有有沒有見到 芽菜啊 豆腐白米啊 燒草水果這些呢 為什麼其實拜這些孤魂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拿些燒肉去拜 拿雞呢 其實是不合那個故事 不配合那個故事的 因為呢 儒家驗口 剛才我講漏了一件事 為什麼叫做儒家 就是我講 驗口什麼叫驗口 如果你看佛經故事的話 見到那些圖 有些小鬼的 噴火喉嚨很窄的 根本來說 按照邏輯來說 它是吃不到東西的 它要經過念了一些蜜咒 就做了手印 跟它觀賞了 那它才掀開口去吃東西 那它吃東西的話呢 芽菜豆腐這些呢 這麼小的東西 就容易吃得到口裡 所以呢 就拜的那些 很多時候就找這些 至於剛才我補充一樣的 就是儒家 大家什麼叫儒家 知不知道 儒家呢 其實就 念它有一個具去驗的 它就說 手結物印 口重真言 專注觀賞 就身語口協 口語意符 就意語身會 這樣就為之儒家 我剛才講得很複雜 講得簡單點 你留意一下 看儒家驗某個儀式 他要經做的手印 和口要念些物語 和要經過觀賞 我為什麼經常講的觀賞呢 觀賞的意思就是 那個上司呢 他的儀式裡面 他要將自己的心靈 投入他的境界裡面 和他叫佛教 佛學就叫結界 我們選擇 現代化一點 叫人神合一 那是什麼意思 那米棚的話 待會有擺裂 擺這些東西 擺一些傘 這些 到時泰米的時候 就拿來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大家看到米 豆腐 那下面這個方向 這些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那些毛巾 可以用什麼的 給工作人員 不是 不是給工作人員 他其實是這樣 這些 他一上來呢 即是我們做事 就真的要 即是那個心 那個東西 你給別人來 就是別人吃 你都吃得舒服一點 對不對 那這些呢 就給他洗臉 讓他洗臉 洗得乾乾淨淨 吃都吃得舒舒服服 其實願意給他洗臉 辦事處 每個餘蘭勝會 都一定是辦事處 這個就 譬如說收集來的捐款 那裡面呢 很多辦事處 下面就有個廚房 那會有人煮一下東西 有些潮州族吃一下 這個兩種辦事處 這個捐香油 那 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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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 剛才高醫生自己都這樣說 餘蘭勝會是最透明的 誰捐多少錢 誰捐多少錢 全都在金榜寫出來的 那他還有一些儀式 還有一個會寫 還有一個會寫 餘蘭勝會寶道金章 這件事大家 這件事我們餘蘭勝會都很重要的 沒開始之前 他經思彭 就會寫這個寶道金章 這個寶道金章 這個寶道金章的作用 就是要和天地人三界做一個公告 為什麼會在這裡開始舉行法事 法事裡面 有哪幾個善長人 要負責去處理 例子 例子 總理 還要請哪些神明 我們裡面有些什麼儀式 寫在金榜裡面 好像剛才這個金榜 還有現在寫的字 這是電腦打印的 現在開始寫字 我想 開始找無筆字 現在儀蘭勝會這方面 都越難越少了 現在年輕我都寫不到 老一輩的那些寫寫 都已經沒有寫了 好像前幾天 遇到尖沙咀 尖沙咀儀蘭 李子跟他說 他說今年沒有人寫 他說 寫開那個人說 現在退休 他說不寫了 他現在仍在惆障 現在都不知道找誰寫 尖沙咀觀衝那邊 場地 場地我們有派米 復賓鏡頭 派米就是派平安米 就是私食儀式 其實這些米 很多人就說 喂 儀蘭勝會那時候 經常有人問過一件事 儀蘭勝會那些人為什麼會捐米 其實有些人說 以前六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很多人就潮州人開米店 所以那些人就捐米 很多時候解答這件事 其實捐米的還有一個原意 就是怎樣 因為我們瑜伽葉偶 剛才有說過有一個儀式 儀式是要拿些米和水 去練蜜咒去施食 其實那些米 就是用來配合這個儀式 但是 有些人說 這個儀式完結了之後 名稱比較好聽 改名叫平安米 派給人 有些經師 其實這個米 它本身是一種米氣 當儀式完成之後 其實那個米氣 已經被它施食了 嚴格來說 是淡然無味的 就是這樣說 是淡然無味的 其實它說一件事是對的 為什麼呢 現在驗口的經文 我自己也看過幾段 其中一段 它開始施食 它經史經常唸 它說來壽甘露味 來壽甘露味 味是味道的 不是給它吃 就是你來盡量吸它的味 來吸它的味 就是原意的 還有剛才氣盤那裡 現在是很特別的 現在配合社會的時勢 那氣盤那方面 其實那些婆婆 臨排隊之前 就等派米的時候 它沒有東西做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社區團體 就會趁這個機會 它就會活難 有些人就在這裏 要做一些 鞋劇 催劇 就跟那些婆婆說 阿婆 現在有些祈福黨 它整個故事都做出來 你小心好 被人騙 就是在派米過程 都會做些娛樂 給那些婆婆知道 因為你知道 平時呢 你找那些婆婆過來聽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對不對 就趁著娛蘭聖會這方面 就可以了 其實娛蘭聖會 對於那個社區的那方面 其實幫助很 非常之大的 福品見頭 那娛蘭聖會那方面 其實見頭福品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是拿來籌錢的 那些福品飄了之後 第二年就拿來給錢 但是有時候有些餘蘭 有些地方單純一點就當然好 但是有些餘蘭的福品 它自己都要很小心 好像九龍那些 因為九龍很多人 有些所謂白狀 自己喊價 喊不價就拿去 就這樣就麻煩了 所以通常這些福品的見頭 有些人是在場去看的 誰一喊清價就要找幾個網 是否自己人 或者這個上司 這個是不是你朋友 你不要說立刻說 因為總理要有個不成文規定 這個是不是你朋友 如果說了的話 那件事飄了是入你數的 所以你就不要立刻認 所以你說這個我不熟的 那他就看清楚了 找人 人家當然不會說 不會讓他飄的 找人在這裏浪架 譬如說你一百 他就二百 浪到你沒有人為止 對不對 這樣又不會得罪人 所以這件事 要很小心 就是尋求福品 福品裡面 其實裡面都有分了一些層次 當然有些便宜些 因為你知道 蓬佑蘭星會說明 普天同慶 對不對 民伏大眾 街坊父母 官商 就是官商那些 大家都會有來參與的 有錢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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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現在我們在長沙灣、漁蘭還可以看到有幾支 以前派福品就一定是兼買這些 那盞酒馬燈,總理就拿回去 現在這些就開始越來越少 我們漁蘭,我記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飄飄鏡、福祿壽象 那時候就最流行這些二頭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人拿來飄了 現在通常就盡量拿一些金鍊或者玉 還有一些iPad、相機 這些是更新的,叫別人飄 如果不是你拿出來就沒有人飄 現在人家居住的家都沒有這麼大的 怎會幫人飄一幅畫 拿花幾掛 最後講到這個場地儀式 其實漁蘭聖會有幾個組合 第一看,7月1日開孤門 他神盤有神盤儀式 經師盤有經師盤儀式 神盤我們看到有請神 第一天請神 第一天請神 然後好兄弟是第三天中午時間 宋大使王 儒家驗口完結了就開始送宋大使王 見神徒第三天差不多晚上了 然後儀式完成之後就可以送神回廟 上面這部分 經師盤的話就有發絕關、啟程、開崗、安勞位、走貢 其實走貢這些每個經師都不一樣 因為好像廉勁 他會做啟程、開崗、安勞位、走貢 如果你給另一間經佛社做 好像崇德 他會將啟程和走貢 合在下午4點一起 叫做金山公佛 合在一起走來做 禮寶門其福 通常儀蘭聖會第二晚差不多9點至10點做 另外就有些像以前佛社 他就不做禮寶門其福 他會做無外大悲寶橙 因為為什麼做這個呢 這個就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 有些余蘭棚 環境比較靜些就可以做這個 用大悲寶這個 儀式時間會比較長 但它有一樣好處 紅白兩樣都可以用的 還有祈福和懺悔都可以做的 另外有個樹藩科儀 樹藩科儀一般在余蘭裏面 就第三天 通常8點多就可以做了 這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儀式就是 它用那些學番請五方神靈 做完儀式之後 這五支學番就在余蘭棚 余蘭場會四個地方和中間位就會掛在這裡 它原意就是要保護整個余蘭的場地 因為到它私食儀式 你怕那些有時候沒有請的那些 那些所謂野曉 就會走來踩場 有五支學番就在這裡坐陣那個場地 但是現在一般人為了方便 可能不知道怎樣 我見他五支學番就拿去光米棚 他都沒有分四個角 很簡單 就這樣隨便掛在一邊就算了 另外下面就是金山十縣 金山十縣我們是供佛的 我們將十樣最寶貝的東西 花香燈陶果茶食珠寶衣 這十樣東西就供養美神佛祖 接著就做五共 瑜伽驗口 這個就 余蘭聖會就最主話目了 接著就晚上做窩斗現手 接著就借佛山旗 到年尾 不是到那個月尾就開始關菇門 基本儀式就完了 那麼我們西貢區 潮浴街坊余蘭聖會的話 因為我們在最後那天做 所以我們的儀式做完之後 我們送神回廟之後 我們就開始關菇門 那麼今天有關余蘭的事情 就講到這麼多為止 因為由於時間所限 我們還有以下下來 因為今年是我們西貢潮浴街坊 余蘭聖會的六十週年 那麼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就初初就想一下 喂有沒有什麼六十週年 有什麼特別大事搞啊 那麼我們就想到一樣 做一本有成全性的 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印了一本特行 那麼這本特行 裡面就包含了一些 前面有些賀錢 後面有一些廣告 那麼這個廣告就主要就是幫助一下 我們這個特行的支出 那麼中間那裡呢 有一件事特別的就是 我們除了將我們西貢潮度 街坊余蘭聖會的緣起 記錄下來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樣的 將我那個請神儀式稿的排列 還有神壇祭品擺設的規則 還有場地佈局的恩友 以及這三天的祭祀儀式稿的次序呢 我們這件事就全部都寫在裡面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發覺其實有些不同的漁蘭社區呢 他們自己本身呢 雖然是有不同的擺設 或者有些制製那方面 但是呢 我發覺有些不同的漁蘭社區 有不同的主事人呢 即是那些渣血人呢 往往呢 就會根據自己的喜好 和理解 將一些神壇那個擺設啊 那個設備那方面呢 就自我演繹 那有些參與漁蘭工作的人 或者有些新一代想參 就是入漁蘭去學習那些呢 就覺得 無從理解的 為什麼今次又這樣搞 今次又這樣搞 那其實 我發覺很多漁蘭都經常有出軟這件事 即是 那些理事那方面經常會有些增壓 那希望藉著這本書 那這本書中間那些 就是自己擺設 雖然每個漁蘭地方 是有它自己擺設的方法 但是始終是一樣東西 我們就講 萬變不離其中 那希望呢 可以這本書呢 就代代相傳 下一代可以跟著這本書 我們擺回一些陣位 那像我們潮汁所說 經常講一句說話的是什麼 阿迪亞都是互貴互貴 即是阿迪亞你要有規有規 以前年輕人就經常聽大人最多的這句說話 OK 那我們漁蘭呢 就發展到六十年了 那我就請了我們西貢漁蘭有些理事 他今天都有來 那我就想就不要跟我說 那希望大家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自己參與余蘭那些心得啊 還有他們自己有什麼比較會難忘些的 好嗎 那今天呢 我就現在想先請一下 陳吉文先生先 陳吉文先生 陳吉文先生 他在我們西貢漁蘭呢 如果你看那本書呢 其中有那個 我們六十周年 有一個青年看樂組呢 有個年輕人最小的就是他 因為呢 他為什麼呢 他經常參與我們余蘭呢 以前跟了一輩呢 所以說他時間都比較長一些 那或者趁這個時間 你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好嗎 有沒有些什麼 你難忘些啊 在余蘭的過程那方面呢 好嗎 和大家 好 多謝 各位好 對於余蘭省會來說 在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呢 其實我已經開始參與了 暫時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 深奧的事情我們 我應該說不到了 我只是有童年的時候 一康熱誠 一康就是說 我們本自潮州人的父輩 大家互相守望相助 團結 我們呢 就去發展這個活動 說到余蘭省會 今天我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感觸呢 我很高興 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國家級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因為這個余蘭省會的活動來講呢 也都可以說 不單止香港 是全國東南亞 所有潮州人呢 都會很著重這件事 講到西貢這個余蘭省會呢 今次今日已經發展到 不單是我們潮州族群的一個活動 已經是容納了 包括園區人 或者有些其他族群的人士 一起參與的 那這裏 不單止已經可以 是一個文化的活動 甚至是我們一個社會 和社區之間的一個活動來的 過去來講呢 西貢余蘭省會比我最難忘的 就是說 在歷年以來 我們參與這個活動 都是百多戶的人士 但是我們又能夠維持到現在呢 足足六十年 已經是這個過程裡面 已經是經過了四個階梯的人士去管理的了 那麼我們在這個階段裡面來講呢 在早期由八十年代至五十年代 這個階段裡面來講呢 其實也都是最艱辛的時候 我本人來講呢 參與這個期間來講呢 我最難忘的就是說 我們大家能夠人數那麼少 經費那麼緊缺的情況底下 我們都能夠上下一心 來到完成我們這個活動 特別在颱風季節 或者是在引手 或者經濟方面的緊缺的情況底下 我們大家 潮州人 甚至有些街坊 都鼎力支持 特別我在這裡借這個機會 我要多謝一班婦女人士 他們默默地在背後 來支持來發動 在這裡呢 我亦都代表理事會 多謝各位 我希望呢 能夠跟著下去的話呢 西貢區越南勝會 繼續燈火相傳 多謝各位 謝謝 多謝吉哥 我們下來呢 我們就 找找一下 我們西貢區議員 我們的 魚南勝會的總理 陳明君 那我們講講 對我們西貢 魚南勝會的看法是怎樣 謝謝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坐在這裡聽我們 我們西貢的 魚南發展經過 其實 我覺得是 很小時候 都是跟爸爸 去參與這個活動的 因為始終 我們說 那時候 沒有那麼多的娛樂 爸爸說 喂 有魚南勝 大家一起去 去路就是很開心的 其實 因為呢 又做戲 做廚藻戲 附近又會有些東西吃 還有可以 同回自己的同鄉 當時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鄉 來的 一起在那裏 他們去背大愛秀仔 去玩 到現在 一路下來 發展下來 就已經 跟吉叔講法 講法一樣 已經不是靜止 我們朝鮮人去做這件事 那我都希望 那我都希望 我們的魚南節 是 現在已經是變成 香港一步 繼續發揚港大 好 謝謝 謝謝 那剛才 講了那麼多 那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一下 趁這個時候 問一下我們西貢的魚南 也好 那我剛才 在這裡講了那麼多 有關魚南的文化 那些東西 你們覺得自己 有沒有什麼 懷疑啊 或者可以 講講給大家 還有或者你們自己 本身知道的 可以大家講出來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 許老師 有沒有些可以 跟我們講一下幾句 許老師 來 來 分享一下 那 許柏堅老師 我想大家都認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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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如果 葉宗興在這裡 我從越南 我就不敢說什麼 我想分享一點點 就是 越南在潮州本土 是叫做 詩姑節的 暴詩姑雲的節日 其實我們潮州人 詩姑節是玩整個月的 因為這個月 初一就開門 到最後一天就關門 整個月 其實每條村都玩幾天 然後 等於香港 其實我們都看到整個月 西華人玩兩天 那邊玩三天 整個月 一定有一檔在左近 所以在潮州本土 亦都是 這個 他是 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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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強調孝道 布施 除了孝道之外 他們有一種 就是 接濟 接濟 那些遊魂夜鬼 所以 很有趣 這個雖然叫做 鬼折 但在 潮傘當地 這個 這個 我自己 我小時候在鄉下 覺得有點像嘉年華 我們都不太 走鬼識別 當然 我們覺得 有些鬼 不要去 亂招惹他 但我們 感覺不太害怕 沒有說 夜晚不出 夜街 之類 我自己理解 既然 布施 招呼這麼多朋友 沒理由會害怕他 所以 好像一個嘉年華 我自己覺得很好玩 還有 這一天 這個寺日 是一個在戶外制製的 通常我們很多制製都是在家廠 就是家裡拜 但這個是在戶外 一個原因就是 畢竟都是那些遊魂夜鬼 不要朝夜 進去我們的範圍 所以就在大街 一條村 通常一條主要的街洞 都放在那裡 如果大家回去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 整條村最大的 主要的街道 兩邊 都放在一字牆石 都放在所有東西出來 從村頭到村尾 很壯觀 我們拜的時候會拜四方 有一件事叫布田 布田 是會將那些香 周圍那些田頭田尾 荒地 插一插一插 布田的意思就是插秧味 好像插秧一樣 其實每個角落都要通知他們 有東西吃 有東西吃 另外我們 詩姑節還有個放水燈 還有搶菇排 那些 講那麼多話 因為我不敢說 你遇蘭的東西 所以我就講 詩姑節的東西 其實呢 它是一脈相承的 潮州人本來在本地 主要是詩姑節 民間就是詩姑節 愚蘭只是在禅堂 和佛堂才教 民間是沒有的 但是出來之後 將這些 可以和當地人 這麼密切的交流溝通 互動的習俗 帶出來了 就是形成了最後的 這麼大型的詩姑節 但是想說的就是 它不單是孝道 它仍是接濟 布施 和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渠道 和當地社會 建立一個活動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我自己一直 我沒有延復興這麼專注 知道一點點就是 它的意義在這裡 差不多 謝謝 謝謝 謝謝白經兄 我經常說 在白經兄面前 我就不敢說一條俗話 因為我經常怕發錯 而已 那大家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說 請問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問 因為我剛才看到 也有很多 有道教 也有佛教的元素 在裕蘭聖會裏面 我想問 為什麼會有這些元素 不會只有道教的東西 或者佛教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 有兩個宗教的元素 在聖會裏面 其實裕蘭來說 我們有 香港我們有分開 有朝鮮人的裕蘭 還有海六峰 還有有港府人 剛才我說 我們朝鮮人的裕蘭 就以佛教為主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佛教 裏面有些道教元素 在裏面 那如果是 你剛才說道教的話 好像海六峰 海六峰是行道教的 還有港府是行道教的 他們裏面道教都有分派的 如果我們廣東的余蘭的話 他行道教是行全真派 那全真派 那全真派 就好像我們懸疑學院 馮仁先館 這裏這班 他就是全真派的 那學校那邊 海六峰那些 他就行 那些正一派 那正一派 那些是動感一點的 就用手來畫符 或者有時你見 拿一支針 穿到口唇 爬刀梯 那些那些 那些就動感高很多 那其實他們主要這樣去分法 那如果是講 朝鮮的話 朝鮮我剛才說了 可以說是佛教 因為它其實裏面 其實包含了那些道教的行業 因為大家也知道 如果是神佛教來講 它是比較靜態一點的 只是採訓經是多一點的 但我們一樣 好像走貢 走穿有插法 這些都是 有一些 道教的元素在裏面的 那大家還有些什麼問題 OK 如果沒有呢 我們今天講座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今天出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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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手上 有一份文章 那都很歡迎大家 給我們多一點點見 我們 希望大家繼續 不接近相交 我們又活動 謝謝大家 想要點聲明嗎 好 謝謝大家